当然这个速度还是算是比较快的 比较快 现在这个效果没有压住 现在硬件的效果气氛不是很强 我们以它来做环境光的话 我们将它压一下 我们将这个硬件的效果往底下压一下 暂时炫耐 这个要好一些 要好一些运营天的效果 好 现在的体感是出来了 然后但是显得不够阴沉 不够阴沉 然后我们从环境光上又找一下原因 环境光这个地方 我可以设置为是0.1或者0.08 先来看一下 速度会很慢 0.08 再来看一下 环境光不适合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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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断的对比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要能压得住,很显得还是很欠缺,我们再来调 5.3,再来下来一下 这样一来就准备体感了 先设置到这,我们再来 在通过制作的时候再来慢慢的调整一下 现在将它先关掉一下 这样一个阻光是比较还行,但是缺环境光 大家都会看到死黑的地方是死黑,那是因为没有环境光的效果 这边再调整一下 0.02 好,那我随便的效果 0.0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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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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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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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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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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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作为做一个调整 状况啊 这些都是很影响速度 这些适当的高光就可以了 建筑打开 调整一下玻璃 玻璃还是需要进行调整一下的 在这个场景中 我也可以有适当的参考 给大家看一下 一般的玻璃的调整方法 因为是阴天 所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玻璃的调整 它在调整这一节的时候 固有色是比较深的 反而高光的颜色是比较浅的 比较浅比较亮 这是为什么 作为阴天来说 它的玻璃反射来 过来应该不是具有阳光 是大气的一种光线 它用了一个大气的这种光线 作为它的高光 这样的方法也是可取的 我们来试一下 按照它的方法 我们来想一想 颜色是比较深的 高光是比较偏 偏蓝的 这个颜色是我们可以调整 大概就是这样 高光是角尖锐的 一个 物流卖不得反射 这样一个玻璃 并且给它双面 先给单面一下 好 其实很卡啊 这个场景 不该这么卡 基本上把一些 金属杆件和玻璃材质调到位 这个产品 还是差不多 还有这个 这是威瑞玻璃做的 我们也要将它调整一下 室外的玻璃 尽可能的都适用 标准材质 调整 比较用 好 这个场景 我必须要重新启动一下 太卡了 我重启了一下机器 现在要好一些了 调到一些相关参数 我们再渲览一下 大概渲染出来是这个样子 感觉到有一些的平面感 不是很强啊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做个补光吧 大概的效果要出来啊 我们再做一个补光 打开自由平行光啊 在我们要表现的建筑的这个位置 作为补光 防线是朝下的 我们让它防线朝上 进入灯光视图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补在底面的光 141158169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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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个甩紧啊 那个甩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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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补光用欧密灯也 也可以啊 我们建议用欧密灯来补他的光 补了 补了一点 但是显得不亮了 这是补了光的 我们用欧密灯来补吧 欧密灯来补一下 放在建筑的底部 就可以了 我们用欧密灯来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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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节我们来再补一下 谢谢